今年54歲的阿翰 菸齡已有45年 每天大概都抽一包半到兩包 直到胃部不適 就醫檢查才發現罹患胃癌 不得已摘除整個胃部 就在即將手術的那段時間 深刻體悟健康的中藥 下定決心戒菸 且採納諮詢員的建議成功戒菸 我是菸齡超過在 我已經54歲 那我已經知道我是15年 因為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就是加持續努力 所以說父母親是沒有時間 教我們就是拿的東西給我們 在我旁邊往包裹香菸 然後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香菸是很平 所以說父親就會發現 在那邊讓我們把我們把它撕掉 然後去大腦抽菸的樣子 他們會覺得大家也都哈哈大笑很好 所以不思不解之中就染上了冰 然後在國小時候就開始抽菸 想要在學生時代在軍事中 招一天招了一包的時間 然後出了社會超過一天都兩包 然後在一個 出社會之後呢在高中 在高中那個同學會的時候 遇到一個同學在醫院服務 然後在跟他談起建議的過程中 然後跟他說我胃都會有不舒服的現象 然後他就安排了我去醫院 然後去看神 然後在肝膽科看神 然後就發現到我胃裡面有化身腫瘤 然後確定是另一包 然後在醫生的建議事實上是胃全切 然後當時他說胃全切的時候 我是有一些恐怕 因為我當時才四十幾歲 然後小孩子還在就學當中 然後就不准悶 然後就一天 那時候在開刀期間一天差不多四十八 然後進入了醫院之後開刀 在開刀期間在醫院裡面是胃全失敗 一天狀態 然後也就隔離人約 然後隔離人約之後 然後出了出院之後在職場上 然後也就沒有在吸煙了 然後再經過了五六年都沒有吸煙的狀態之下 因為我從事清潔隊 然後清潔隊在去胸化股途中會有些 那時代量如果說去這的時候 那時代就會大家會塞車就在外面 等到的時候同時間就會覺得說 無聊又在等待 然後同時間會請煙 請煙的時候當初會知道拒絕 然後久而久之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麼現在生死的狀況也沒有什麼不舒服 所以說也就拿個身手牌香煙 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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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一天一個月下來 也抽了差不多十幾隻 然後到最後之後 回家的時候跟我帶來 在瞭解這件事 他來就說 那麼你說你去接了 不要把栽培去抽了 然後說 他的領域的手牌 沒人開始了 然後也就覺得說 那麼 當初在接的時候也就接觸到了 接近專線 那麼我就打電話進去看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同事間 大家 大家 啟面這種這種拒絕的方法 然後就打到 就接近專線之後 那跟那個小姐說明了我的情況 那小姐說那麼第一個不要抖 他說第一個我要抖去拒絕 但是拒絕之後也不能說不激人解說 我幫你拒絕 我幫你拒絕 所以說也就 也就他就建議說 那麼是不是 我們就是弄個 脆皮酥條狀的餅乾 因為我本身就要 我沒有餵了 所以說 可是都一直要吃糖果或餅乾 因為這樣才能保持我熱能的體力 因為如果說 我沒有東西的話 我會沒有力量 我會 血糖會降低 所以說 我都有帶一些P-E要包 P-E要包裡面就吃一些餅乾 一些糖果 然後 在餵教的時候 那麼也是可以用一些蔬果 因為蔬果來講 它有一些 跟餅乾 餅乾會有甜 吃多了會膩 那麼蔬果來講 因為有小黃瓜 馬鈴點小黃瓜 那個紅蘿蔔 那個還會有清脆的感覺 或者還有飄狀 可以吃這個就好了 然後就 漸漸漸漸的 同事們 覺得你沒有在跟他們拿 他們就 會越來越不會給你 會不會親子抽香菸 那麼 大家習慣了 反而 他們有時候看我再吃的時候 他們說 這個好不好吃 不錯 你可以 你可以試著 拿這個來 你不知道 是要用這個 我分享給你試看看 你可以藉著 藉著這個來 降低你的吸煙量 他們也覺得說 還不錯 而且 變成說 大家還會跟著我說 我請他們吃小黃瓜 吃紅蘿蔔 他們請我吃抽香菸 那麼大家就變成 大家一起來 為了這個 激烈的東西在 讓大家顧不了 而且大家都有一些 會想一些 覺得還不錯 而且吃這個還滿健康的 最主要是 我的同事有時候 吃這個 他的排便還會滿順暢的 這個還不錯 根據國民健康署 109年國人吸煙行為調查發現 35.7%的吸煙者在過去一年曾嘗試戒煙卻失敗 其中74.9%的受訪者表示 戒煙維持時間不到一個月 而依國內研究 成年男性嘗試戒煙的平均次數在三次以上 且國外研究指出 若不靠藥物或滋生 戒煙成功率僅5%到10% 反觀在專業人員協助下 戒煙成功率可以達30% 大幅提升戒煙成功的可能性 國民健康署委託相關專業單位 辦理戒煙專線服務 去年服務了21970位個案 6個月戒煙成功率就達48% 因為疫情這麼威脅 其實如果你的肺部功能 因為吸煙而造成傷害 我們可想而知一旦病毒威脅以後 他所受到的傷害一定更大 那當然國民健康署在109年的調查當中 其實也發現不是在加年完吸煙 其實有35.7%的 你在過去一年都想要吸煙 要想要戒煙 但是我當中很7成5的人 卻發現我一個月就失敗了 一月又復仇了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我相信世界各國都一樣 所以在國外的研究也有指出 如果你是單單看你的抑制病 然後告訴Ease告訴自己在監察街 那可能成功率只有5%到10% 但是如果你願意接受中益諮詢 或者是接受其他要務的輔助 而現在成功率都可能要到達30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那身為主管機關的國民健康署 有什麼樣的界限服務 那我個人是分析三類的 一個就是知識群 我們有很強大的知識群 一直在裡面有自己在裡面 也就是說從吸煙到底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危害 還有你要不要自己去看看 自己的民主冰塵的引渡 都從知識群 你可以自我評估自我吸收知識 第二個叫做服務場域 什麼叫服務場域呢 其實我們的很多的醫院 診所牙醫診所 衛生所甚至藥局 都可以提供戒煙服務 而且從上個月的15號 我們就開始戒煙的 永遠免費負擔 也就是要你可以再告訴我們的 其他的朋友們 其實是不孤單 你有很多選擇可以進行 再來第三就是我今天的主角 其實我們有線上的諮詢 線上有兩種 那是電話 那電話的部分呢 每周一到每周五早久晚久 我想都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的兼顧你的隱私 兼顧你的所有特製化 特製化 你個人需求的一個部分來接受 來去請請教 那這個成果等一會兒 文秋律師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來說了這麼多 其實呢 我們這個設計者會最大的特色是 說的沒有用 是真人真事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有郭先生跟郭太太 他願意前來台北這邊 跟我們分享許多Apple 或者是許多窩心的故事 除了接淹專線 限時加入官方LINE帳號 還可以拿好禮 就是在6月2號到6月9號期間 然後加入了接淹專線的 官方的LINE帳號 而且在聊天室裡面 主動輸入我要接觸 你把手機拿起來 然後呢 你撥到那個接淹專線的 官方的LINE 然後呢 你就是這個進去以後 然後主動輸入我要接觸 但是你不用到4個字 你其實只要2個字 貼頭 它就會進去了 那你就要按一個戒淹渡省 你要準進去戒淹渡省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點點財的貼圖 那一組總共有8張圖片 8張圖片包括謝謝啦 加油啦 治身體啦 晚安啦 什麼 對不起 起淹是照當的 要戒淹就要討厭 關鍵 080-063-63-63 大概就是這樣 戒淹已久的阿翰先生 經常遇到同事間的請淹 他會勇於說出 我已經戒淹 另外建議可以以新鮮小黃瓜 紅蘿蔔做成蔬菜棒 或準備條狀餅乾可以滿足口慾或手慾 達到轉移誘惑養成健康好習慣 說戒就戒 有所沒民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好 見面風 gutes 三 ubby